3、2、1 有請 哈囉 陳太 你好 我知道這個節奏 加上所有紀念舞演唱舞的活動 其實你也是去年開始已經籌備了 是啊 因為紅館那邊 你知道年多前已經要申請了 今次這個紀念展 其實文化博物館這裡 其實他們那些 通常的展覽 兩三年前已經準備了 未試過今次這麼急 是我們其實說了 可能真的幾個月 但是我也很感謝他們對我們 對我 對張淑萍 對夏慧安都很有信心 即是他們這次都 即是他們平時做事 是真是很長時間要籌備 那這次這個 他們當然他們那些展廳 是一早就已經是 準備了別的東西做的了 那這次呢 這一個地方呢 是我們 和他們一起合起來 是生出來的 生出來的一個展場 是的 也都很符合到 阿叔 張淑萍的概念 是想做一條 好像時光隧道那樣 那我們這次的概念 這個地方是剛剛好 可以讓我們做到這件事 那是不是很多展品 擺不起來 還是不夠位擺 其實展品都有很多的 今次裡面都很豐富的了 也都很珍貴的 那因為有很多阿Lessy的那些私人珍藏 也都是 都叫做保養得很好 也都特別多謝阿唐學德先生 可以借出這些展品 他說希望多些歌迷 和香港的市民 可以是來看 可以分享到這些珍藏品 那籌備這個展覽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其實是很多很多困難的 就是很多 不過都不緊要了 什麼困難都不緊要了 因為已經是可以解決到的 我們都可以 就是不叫困難了 但是今次這個我們是做 怎樣困難都好 我們都做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文化博物館 在這個月 即這幾個月以來 是令到我覺得 在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去工作 他們那幫團體 真的對 我覺得他們那幫團體 除了專業 也都是非常之愛惜張國榮 有很多事情他們真的很幫忙 也都是令到我覺得 這個地方真的充滿愛 就算多少困難 大家都很齊心地 一起去解決每一件事 來近四月一號都會有個音樂會 那現在那個音樂會 也都進展成怎樣 就未成怎樣 進展得如火如荼 那開始所有的歌手藝人 下午兩都開始埋位彩排 那我這段時間 真的忙到 我都不懂得說 自己都好像 全個人好像個殼一樣 在那裡 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是很期待 可以 4月1號 可以是 跟很多 愛惜張國榮的朋友 歌迷 影迷 一起 可以在紅館那裡 一起去 齊齊 懷念他 以及繼續寵愛張國榮 那對於這個嘉賓名單 除了你自己的社交平台 以及新聞稿上面寫的 還有其他嗎 那當然有 那個show其實很長 那你多多少少 我們今天好像有說了 是有陳潔玲 古巨基 張智霖 余明儀 還有欣儀 譚耀文 林奕康 陳重寧 那 其實這次 我想陸續 大家都很快會知道的 因為我現在都記不上 那麼多藝術 那很感謝他們 有些真的很 特地 就是 抽調時間 回來香港 去做這個紀念 Alessy的活動 那也都是 很配合 就是很感謝 很衷心 很衷心的 多謝他們 這次搞這個 是 是 今天呢 我們 我最開心的消息 因為其實 我們一直都是 我一直很希望 這個 紅館的演出 其實是很希望 多些歌迷 可以一起 匯聚香港 去紀念張國榮 但是我更加希望 可以全球的歌迷 都有機會去看到 你知道 我們那些票 其實一出 已經馬上賣光了 那有很多向熱的歌迷 其實真的 一直都是很 一直不斷地問 希望我們 可不可以做直播 可不可以有機會看到 那 那 所以呢 我們就 其實一直不斷地努力 我已經努力了很久 那 因為 其實 可能 大家不知道那些 可能 不知道 有幾多 技術上的問題 和行政上的困難 去 令到這些事 可以成事 那 我今天都很開心 因為昨天 我們決定了一個直播 為什麼會用一個 網上的平台 因為 因為 如果我們放上一些 好像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那些 其實那些是全部可以下載的 那我當然 artist 來到 我不希望 都對唱片公司 或者 那些 management 或者artist 本身 我都希望 我只是希望大家有機會 全球歌迷有機會看到 不是希望 他們那些 show 變成一個下載 那 那 如果我經過這些平台 就會有機會 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會用 一個 網上現在 有一個 可以 可以是 收費平台 那 我們那些票 都是買到 因為都有很多cost 就是 長租會有增加 有很多 其實拿license 和一些 技術上的費用 那我們就賣188元 那 希望可以cover到 cost 就算了 那樣就希望全球歌迷 可以真的 可以有機會看到 那 那 因為 內地 要申請這個直播的批文 其實是 很困難 很困難 那 我們也都 一直做了很久 那現在 終於 我們 很開心 這件事終於 我們都 拿到 可以是 直播 將會在 這個 淘寶 是獨家 做直播 是免費的 那 希望內地的歌迷 都有機會可以一起 去 環境張國榮 我想問 剛才 有些展品 借了回來 但這次沒有機會展出 可以說一下 哪一類的 或者會不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的 我們遲些 或者會有機會 換 或者換 這是今次的展覽 這是今次的展覽 但這些是我們 今次的展品 全部我們精選出來的 已經是精選 那 這個地方 其實講展品 我們真的 還有很多 但是 真的未必有這麼大的地方 可以擠得完 那 或者可以 有機會轉 或者是有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我們再去 再去 搬 搬去第二 不是不是不是 一般是 都是搬回這裏 搬去另外一個展場 那裏可以 因為 剛才都講 這裏 博物館 他們那些 計劃 很周長 兩三年前 已經計劃的了 今次他們 真是我想很趕的 一個 project 我很衷心 多謝他們 去育成這件 美事 等到多些 歌迷 可以在這個 二十周年 這麼特別的日子 可以來到這裏 去 去感受 和分享哥哥的 就是以往的 所有的作品 和他的 舞台風知 那裏 那裏面出的那裏 是哪裏的 你講 包括了那裏 什麼製品 有他很多的 獎項 拿過的獎 還有他穿過的 舞台的衣服 亦都有很多他出過的唱片 那每一件事都是一個很大的回憶 來的 是每一件展品 還有還有一雙紅色的高跟鞋 還有很多那些片段 就是他在舞台上高的演唱會 還有他的寫真 還有他的電影 還有他的MV 很多東西看的 我想問一問 現在你搞張國榮這個紀念會 有兩個單位 就是雙包台 那其實會不會請嘉賓那裏 會比較困難一些 有些是答不到你 我 我 不會 不會 因為其實這件事是 緣分來的 其實就是 我又不想說 我其實不覺得是雙包台 因為其實都有很多 我見到都有很多 紀念 張國榮的不同形式紀念他 你說大家選了這一天 我覺得都不是一件 很特別奇怪的事 其實 會不會找人會比較困難 就是大家鬥搶人 好像 我們不用搶 我都不用搶 因為我 我們其實 大家來都是為了張國榮 因為你都知道 就是我們不是 就是我們 那些歌手來唱 都是唱張國榮那些歌 那 也都 平時 那些歌手出現 去唱自己的show 或者他出去做自己的表演 那是一個不同形式的 其實 那 所以我們 其實都沒有說 有什麼artist來唱 我們的歌手都賣光了 其實 大家都是為了張國榮而來 那 很多人 有不同的方式去搞 或者去用一些 不知道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其他的人怎麼做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做好自己的紀念 希望那些歌迷和我們一起去 去 去 繼續寵可張國榮 我想問一問 唐唐當日4月1日 在演唱會裡出現 嗯 或者會拍一些片說 紀念 他有參與的 但是我現在 都不會說他怎樣參與 那 到時就知道 大家其實都很快 4月1日就到 他收成了 對 我們來可以做第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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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